您太太的情况不太乐观啊 她有妊娠综合心脏病的问题 医生 她之前没有心脏病时 您会不会搞错了 陆先生 您要是对这个结果有意义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复查 不过 我们医院 是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 所以这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是吧 对 由于怀孕子宫增大 血容量会增多 这会大大加重心脏的负担 妊娠核并心脏病 它是产核非常严重的一种病症 坦白地说 它也是造成孕产妇死亡的 主要病因之一 所以您的意思是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建议三级心脏病的 患者怀孕的 尤其是看了您太太的医检报告 她如果想生孩子的话 这一路恐怕到孩子生下来 都很危险 咱们像刚才脆弹 你抓不着我 我来抓你了 我来抓你了 慢点 抓到你了 小心点 陆先生 我们还是建议您呢 让陆太太别有孩子 因为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心脏科来说 也是一个难题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分产的时候 子宫及全身骨骼肌 都会受缩 会导致大量血液 急速涌向心脏 很容易造成心脏衰竭 大人会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您老婆不适合怀孕 好了好了 回家写作业了啊 你今天的作业是啥 今天的作业是画我的好爸爸 你今天画画的作业是什么 老师要我们画我的好爸爸 但是我没有好爸爸 要不这样 你画你自己 有一天呢 我们小几年也要做爸爸 你就想 如果你做爸爸 你会是什么样的 那我肯定是孩子心目中 最棒的爸爸 那我肯定是孩子心目中最棒的爸爸